我们看老和尚 他负责大专佛学讲座 总组讲 当时候道安法师 邀请老和尚 结果有一次 在讲座期间 遇到一位沈先生 他当场在现场 给老和尚发难批评 结果老人家当场给他顶礼 然后老和尚就离开了 接受人家公然批评老和尚 老和尚还给对方顶礼 离开了 后来道安法师 了解这个情况 就对全体的学员 问了 你们 稀不希望 这个进宫法师再回来 大家全体同意 道安法师又把老和尚 请回来 请回来 继续 大传佛学讲座 老和尚在面对 人家的这种批评 毁棒的时候 给我们表演 还礼敬对方 给对方顶礼 我相信 老和尚再次回来 这些大学生 这些大学生对老和尚那种恭敬 更增加了 那个可能听课的珍惜度更高了 为什么 这一位法师 不是讲的精彩 人家那个忍辱 功夫修养 真是了则了 好 那我们看老和尚给我们表演 我们是他的弟子 我们得效法他 那真的 人家公然批评我们 是坏事吗 你当下能像老和尚这样 那就不是坏事了 同学们学到忍辱了 而且更珍惜 跟老和尚学习的缘分 所以真的是用对心 就没有坏事了